这是俄罗斯迄今为止最恐怖的战争电影 三千名只有轻武器的军人 六万名重装备机械化主力部队 实力的极为悬殊 一个瘦小的少年跟世界拳王泰森的决斗 所有人都认为结果毫无意义 结果却大跌眼镜 让人毛骨悚然 一场让世界上的军人都闻风丧胆的城市战 二十世纪最为残酷的战斗之一 俄罗斯尼巷战 这是越战以后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 就连美国军方也惊叹打不起这样的城市战 贺罪的废墟 尸横遍野 无尽的枪声 不停的爆炸 触目的血污 这里只有呛人的硝烟 无限的仇恨 以及苦涩的胜利 这就是俄罗斯拍的关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电影 炼狱 影片讲述了俄军一座野战医院 惨遭车臣恐怖分子袭击的故事 1994年12月31日 俄罗斯六万主力部队向车臣首都格洛兹尼 发动全面进攻 配备数百辆坦克和数量惊人的战车 车臣武装仅有三千多正规军人 一共只有几十架老旧的装甲车 俄军使用超过两百架轰炸机 还有约一百架武装直升机 而车臣根本没有空军 连高射炮都没有进门 只有从俄军黑市买来的坚抗是萨姆飞弹 双方实力极为悬殊 一千多名士兵乘坐装甲运兵车 在坦克的引护下大摇大摆地突入市中心 由于轻敌 大部分士兵甚至还没下车 但刚刚进入市中心 车臣武装立即发动全面的猛烈打击 由于对车臣军队的行动完全不清楚 上校没有让步兵占领周围的建筑物 而是让步兵战车和坦克沿着辖寨的街道行驶 最终铸成大错 陷入车臣武装的包围 经过激烈战斗 俄军伤亡惨重 十几个伤兵试图乘坐一辆公用巴士 向后方医院转移 由于伤兵过多 他们争强上车 两个车臣女狙击手将巴士击毁燃烧 车上伤兵被大火烧死 两个保护伤兵的俄军士兵被击倒 狙击手残忍地向他们身上打了树枪 都不是要害 用来延长他的痛苦 狙击手在车臣军人的掩护下撤退 这也是车臣狙击手的惯用战术 俄军上校眼珠子被打掉了 战场一片废墟 四处在燃烧 炮弹乱飞 在混乱的战场上 分不清敌我 一辆卡车冒着枪击弹雨 冲进了医院 满车的伤员 这里被车臣武装分子包围 到处都是爆炸 损毁的坦克 装甲车上到处都是尸体 俄军撤进医院 却遭到自己人分不清敌我的炮击 车臣武装招募了很多的雇佣兵 有黑人 有阿富汗人 塔利班组织 两个女击击手 也是雇佣兵 他们这些人为钱作战 没有战场规则 所以杀俘虏来取乐 手段极其残忍 车臣武装头目 通过窃听无信电通讯 得知俄军一部分残部 和伤兵退守在医院里面 此处只有少量兵力 随即集中主力向其进攻 车臣军队在和俄军的对峙中 塔利班组织 将一个被负年轻士兵的人头 活活切了下来 没有人头的尸体 四肢还在不停地抖动 身边的雇佣兵哈哈大笑 随后用火箭筒 射到俄军阵地 人头在俄军士兵身边滚落下来 几个俄军士兵说道 又一个人头 这就是他们的胜战 俄军故属的医院 五次一手 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两个车臣女击击手 还在找寻他们的目标 他们发现了一对俄军士兵 随即开枪击中 其中一人的腿部 随后一名女击击手 不断开枪 俄军无法实施救援 另外一个女击击手 一枪击中其当部 俄军士兵 极为痛苦地死去 上校在不停呼叫救援 但是通讯断了 没人回应 车臣却监听了 他们的一举一动 得知他们的情况 车臣武装 陆营军向医院发动进攻 医院的俄军士兵 拼死反抗 向外面猛烈射击 但无奈车臣人多 装备好 使用火箭筒 把医院院墙哄开 一举攻了进去 黑人雇佣兵 脚步俄军留下的 榴弹发射枪 向撤退的俄军士兵射击 他们占领了这里 将俘虏的几个俄军士兵杀死 并且通过对讲机 将士兵的残叫 传给俄军指挥官 还提示上校 他们占领这里 这里很多俄军士兵的尸体 他管不了手下的阿富汗人 他们会割掉士兵的头颅 上校此时被车臣人 包围在另外一个据点 手下只剩下一百多人 而且其中一半 都是无法作战的伤员 他看着外面手下的尸体 命令今生的一辆T7R坦克 埋葬战友 坦克车长 坦克地问上校 为什么是我 商校说 这是最好保护他们的方法 等雇佣军占领这里 他们会把士兵的头颅割下来炫耀 车长是一个年轻的中尉 他接受了这个残酷的命令 用坦克将尸体压碎 坦克在废墟来回碾压 场面触目惊喜 活着的士兵连开竖枪 向牺牲的士兵致敬 也是为同志们举行葬礼 俄军在一辆剩余的T7R掩护下 向车臣占领的医院发起建功 攻下了医院的一楼 坦克在外面移动 攻击掩护 结果T7R近距离 被车臣人的火箭筒击中 履带断了 失去了全部动力 炮塔也无法转斗 车臣武装围住坦克 却没有射击 此时车臣指挥官 举着白旗出来 劝降坦克手 因为车臣缺少坦克驾驶员 指挥官开出诱人的条件 还把手中劳力士手表给坦克手 中尉假装投降 要了五分钟时间考虑 回到坦克 用无线电告诉同伴他的状况 以及让他们撤离大楼 趁其不备 向大楼火力点开火的计划 两个女击击手 也终于被俄军狙击手发现 两人毫无知觉 还在数着收入多少美金 俄军狙击手 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两枪击中他们的裆部 他们使用的是开花弹 这个子弹 进入人体是一个小洞 出来就是拳头那么大的洞 然后用匕首 向他们刺死 这时坦克突然向大楼开炮 人开急炮 大楼被轰趴 敌人被炸死 砸死无数 车臣指挥官 气急败坏地下令还击 恼羞成怒的车臣人 立即用火箭头还击 并且向坦克里 投掷手雷 中尉被炸断了两条腿 和一只胳膊 车臣人撬开坦克 向中尉拖出坦克 残忍地用铁钉 将其钉在木架上 立在医院窗台 上校命令士兵 拼死夺回医院 受伤的士兵拖着腿 搀扶着射击进攻 在特种部队 力外夹击支持下 向医院全面进攻 在俄军士兵的奋战下 以相当大的代价 占领了医院 消灭了全部车臣人 包括车臣的指挥官 枪声结束 他们把中尉从木架上放下 看着他那半截残区 被敌人残忍地钉在木架上 战事流泪了 使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炼狱 是俄罗斯拍的 关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电影 根据真实故事改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 俄罗斯跟属下车臣共和国 曾发生了号称二战后 最惨烈的战争 战斗之残酷 超出了对战双方的预想 影片展示了热武器时代 残酷战争的一部分 到处都是泥泞 凝固的鲜血 人体筋骨壁线的残肢 永不熄灭的烈火 随时可能夺取生命的炮弹和子弹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俄军各方面认为 车臣根本不可能获胜 也不可能较长抵挡 他们认为只要俄军一打 车臣人就应该丢亏弃甲地投降 或者逃跑 可惜车臣人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 就仔细分析俄军的弱点 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战术 同时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军火武器 还接受了大批国外雇佣军 自古骄兵必败 俄军认为 对付车臣土匪性质武装 根本没有必要拿出多少主力 临时抽调了大量二战部队上阵 这些部队 只有40%左右的现役士兵 甚至是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心病 由于准备场 一些部队 根本没有战前动员 很多士兵到了车臣境内 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要和谁作战 至于战斗意志 自然也是全无 俄罗斯联邦军队 在战斗中遭受重创 攻入格罗兹尼的俄军 阵亡一千多人 伤亡数千人 整个影片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残杀 以车臣女机机手为例 几分钟前 还在讨论风花雪月 和黑人雇佣军 打情骂俏的漂亮女人 几分钟以后 就会变成下体穿动 肠子流出 口鼻流血扭曲的一具残破的尸体 整部影片让人看起来非常难受 导致很多人忍受不了电影的画面 但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有人曾说 为什么俄军电影 关于车臣战争 没有神剧 因为那里意味着 炼狱 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变成了 我可以变成了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我可以变成了